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为先进的防空系统 当初赤字几十亿 中国仅仅造出两艘052B 当然也会这么让其浪费 现在 这一战舰就有着其他的用途了 有五角大楼人士表示 中国 给他们的老战舰赋予了全新的用途 而这个改进在一系列防空战舰的宣传下满过了所有人 052B型驱逐舰将不会被改造成类似052B 或者055系列这样 防空驱逐舰 它们最终会成为反潜专用的战舰 这一改造差点满过了全世界 不过最终还是曝光了 全新改进的052B将会类似前苏联的五位级一样 大大提升中国海军舰艇机群的反潜能力 这一对于中国海军的意外惊喜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 就是意外的麻烦了 徒卫苏联的五位级反潜舰 由于052B型的首舰 命名是广州所以这一级驱逐舰的名字 也随之称为广州级驱逐舰 也是中国第一条自己生产的 拥有区域防空能力的舰队驱逐舰 其战斗力和956级驱逐舰相同 所以又被称为中国自己所生产的现代级 当然 作为其升级版本的052C快速入役 所以这一级 也仅仅只建造了两艘就被取代了 当然 052B产生为原因 是因为052型驱逐渐所生产的部件被禁运了 作为一种重要部件 都需要引进的先进作战舰船 其前身 052型需要使用大量的西方国家所生产的标准设备才能进行建造 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交物以后 以上的标准设备就全部断供了 所以 中国只能修改052级的图纸 用于承载俄国设备 来保证这段时间中国战舰建造不会断单 图为取代052B的052C驱逐舰 虽然说 052B被称为国产型956驱逐舰 但是俄国方面的专家表示 052B已经经过了重大改进 其对潜艇的作战能力 尤其是潜水下的探测能力 已经超越了俄国海军的1155型反潜用战舰 也就是之前说到的光辉级 而俄国提供的SA-N-7导弹 则保证这一级别的战舰拥有和956型相同 甚至更高的对空作战能力 但是由于中国对其的改进和升级 实际上052B的战斗力比作为原型的956型驱逐舰要高 虽然 最终 作为一种过渡产品 052B最终还是被装备有神盾系统的052C型所取代 这不意味着它将会退役 只是会精力改造 并且在不同的战场上 发挥自己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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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